不管科學也好,文藝也好,藝術也好 總之會有挫折 從挫折中,你才能求到真正的進步 我爸爸是個普通工人,他也會畫兩筆 小時候我看他畫一個印度人爬椰樹,採椰子 從那個時候起,我的印象很深 那我就覺得美術就從他那邊了解,什麼叫做畫畫 對我影響後來走向美術的路線,有很大的幫助 真正接觸到美術是進了南洋美術專科學校 當時是林學大做校長 他們是老一輩的藝術家 教學很認真 對學生也很愛護 所以我們那時候,美專一段時期 可以講說,度過非常愉快 畢業後,也沒有什麼好的出路 那麼我們有個老師,叫做張立銀先生 他是法國留學的 那麼他盡量鼓勵我們學生到法律去深造 就從那個時候起,開始已經有一些美專的同學在巴林 所以就可以說,帶領我們也一起到法國去學畫 學生呢,我們對那個真正的景色有更深刻的了解 但是現在很多人忽略了學生 他用照相機來拍 但是,一般上我主觀來講,意圖同歸 只要你再把那個景色放在畫布上 你能夠做得最好 那也算是一張好作品 那也算是一張好作品 沒有真正規定 一定要照什麼規矩來做 做一個專業畫家 在新加坡、馬來亞 的確不容易 不容易 當時美術的風氣還沒開 你想賣畫 不是那麼簡單 當時都是 講人情 叫人家幫忙 那麼現在 社會發展 高度的發展 經濟也很好 那麼風氣也開了 從以前跟現在來講 賣畫呢 現在就比較容易一點 沒有美術來調製他 我就覺得我個人主觀 就覺得人生缺少了一些東西 假如你有對美術還是藝術有熱愛 你的神明會更豐富 對美術 偶爾 別人